我们现在学会里的早晚苦 由于学生人数见多 空间不够 所以就取消绕腹 直才原地念腹 恐怕日子久了 过过都战成了萝卜腿了 那变成萝卜腿实在是不打紧 但是学会里活动空间小 同学们酷液也很紧凑 少有时间在运动 长期如此细胞涵养不足 很容易造成了昏沉 所以学生建议能否把唱 彌陀赞的部分改为拜佛 谨重剂等等 附在第六品和三十七品之后的 一同唱颂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也可以保有经文的讯息 和坚固的运动 身心坚修 发系充满 在道业彼尘 这个建议很好 所以拜佛是很好的修舍方式 拜佛时候 心地真正 不起一个妄念 这是修心 拜佛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都厚乎微移 全身的运动都大到 古人非常重视 我学佛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出家做居室 我跟参与发思 五个拜佛 跟他在山上筑膀 他没有教我别的 就是教我拜佛 每天早刻 拜三百百 晚刻也拜三百百 中午 午后 绕佛 念佛 饭后精醒 半个小时 然后绕到佛堂 再拜两百百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山上修行的功课 是每一天拜八百百佛 这样拜来五个半月 非常好 对自己生まで休养 确实有很多的好处 我现在劝到一般大众 也都是劝他要拜佛 拜佛确实消业障 开智慧 我们拜佛 这是以真诚恭敬心 以我们的头顶礼佛之足 叫借助礼 如果能将这个修行的方法 落实到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着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五 就如同面对佛祖一样 制成恭敬 你能这么做呢 那你就是 护弦行礼念 礼尽诸佛了 你就把修行层次提高了 这个受用 供得五量不平 希望真正有心 应当如是 像华言经 善才一样 凡夫只有我一个 除我之外 都是祝福菩萨 都是圣心 试行 无论是顺境 是逆境 善人 卧人 决定 博森 亲满心 决定 博森 分别心 都是以真诚 平等 恭敬的对待 这种人念佛 上上平 哇塞 所以这个建议很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